好,我们现在来谈一下最近大家都非常惊讶或者不理解的一件事情 为这件事情,沙迪法官昨天就是4月30号下午专门就召集了一次听证会 检方、辩方和罪犯本人都在法庭 那么这个事情的来由是这样 就是在2018年的12月,辩方的律师团队向法庭递交了一份通知 说我们在量刑阶段是要准备用一个专家证人 实际上他们当时说要用三个专家证人 对嫌犯克里斯登森的心理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做一个评估 他们是想用这个方法 想让克里斯登森在如果被定罪之后不会被判死刑 那么在法律的审判当中 如果嫌犯说我因为有心理健康方面的疾病 那么检察官这方面就也有权利用自己的专家证人 对同一个罪犯做心理健康方面的评估 因为这样才公平 在审判的时候辩方可以用自己的专家作证 检方也是有同样的权利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有一个特点 就是克里斯登森自己的要求通过他的律师 在他们本方的专家证人给他做评估的时候 要求不能够向他询问实施犯罪的具体的过程 在辩方的专家评估都已经做完了之后 下部就该轮到检方 就是检察官这边的专家 对克里斯登森也要做心理评估了 这件事情计划是在本周一开始 就是4月29号开始 那么在这个开始之前 辩方的律师向法庭递交了一个动议 要求检察官的专家 在跟克里斯登森接触和谈话的时候 不能向他询问关于他实施犯罪 就是他加害于张颖颖的这个过程 那么检方当然就不同意提出了反驳的意见 辩方的这个动议呢 在星期三的时候 上个星期三被法官驳回了 法官说你们自己选择 不问他这件事情 但是你并不因此就不能限制 政府的专家也不问这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之后 星期四克里斯登森表示 他不再做心理方面的评估 星期五 辩方的律师向法庭递交了这样一个通知 要求撤销心理健康方面专家 要作证的这个动作 据我们知道 星期二下午开庭的时候 法官对这些方面的事情 问的非常详细 法官专门把辩方的律师和罪犯本人 叫到他的这个办公室 在检方的同意的情况下 他们单独谈了这个问题 出来之后 法官呢 问这个嫌犯克里斯登森 他知道不知道 现在做的这些决定 他是不是跟他的律师有过很好的沟通 他们是不是了解这样做可能的后果 法官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有一个很详细的记录 是不希望以后再给辩方任何的理由或者借口 说我们原来不清楚这件事情的结果 我们现在又要重新提出来 需要专家证人来作证等等 法官呢等于把这扇门已经关上了 而且在需要什么人作证的这个呢 都早有一个截止日期 这些早已经过去了 所以辩方现在不应该 不能够再重新提出 要用专家为克里斯登森 以心理健康方面的理由做辩护 这样的一个事实 法官另外讲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量刑阶段的审判的时间 可能因此缩短 原来安排的这个量刑阶段的审判时间 是三个星期 但是由于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作证 已经要拿掉了 已经不可能再出现这个环节了 那么这个阶段的审判的时间 可能会缩短 现在没有讲具体的时间 按照现在的讲法呢 还是挑选陪审团 应该是几天到一到两个星期 然后定罪阶段 应该是大体安排的是两个星期 量刑阶段原来计划是三个星期 现在有可能缩短 所以如果讲具体的日期的话 如果是六月三号开始挑选陪审团 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 关于定罪阶段的审判 应该会在美国的七月四号 就是国庆节之前完成 有可能国庆节呢会前后终止几天 国庆节之后应该是量刑阶段的审判 整个审判预期应该在七月底以前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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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